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葫芦里是卖的什么药 姑且不提越南 更甚者 还有一个比越南都穷的小国 居然突然宣布对中国停止免签 相信小伙伴们应该听说过 没错 它就是我们的邻国缅甸 缅甸虽然是个拥有古老文明 且物价十分低廉的国家 与我们国家的外交关系 虽算不上友好 但也不坏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停止对中国免签的政策出台 激起了一大波网友的愤懑 众多网友表示 就算免签都不稀罕去 对此小伙伴们是怎么看的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